HELLO 歡迎大家來到組港大灣區 我是合志巴仁 今集最主要講些什麼呢? 大家現在正正困擾著一件事 很多人想去大陸買樓 又或者想去大灣區置業 但他們沒有辦法可以上到大陸 因為他們都未必知道現在的行政檢測 又或者檢疫條例是怎樣可以上到國內 又或者回到香港 所以今集首先會講一些檢疫的問題 又或者怎樣可以進入境 首先我們在香港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個網上申請 然後我們最重要是 每個地區國外都會比較特別一點不同 就是入境的醫學觀察的日數都不一樣 簡單來說 首先入境就一定要做一個核酸檢測的報告 是呈陰性的 最好就是在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報告 接著你去出境 這個就最穩陣了 否則有些地方可能你過了兩三天 已經是不認可的了 所以如果你坐飛機去到上海 或者去到北京 你不是拿著一個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報告 或者48小時內 這樣也會有一個麻煩的情況發生 如果他突然間不給路 那你又要原機坐回來嗎 那盡量避免 你出發前一天就去做 那就最穩陣了 接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在檢測的時候 記得記得查清楚 是不是這麼多地方都認可的一些法定的認證機構 去做一個檢測 如果不是報告出來都沒有效的 所以一定要找政府認可的機構 接著你去到當地之後 都要找一些政府認可的醫學觀察機構 或者說一些酒店 可能是深圳這樣計算 就是維亞納酒店 上海好像也是維亞納的 你在那裡再有一個醫學觀察 可能就需時多久 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有些是14加7的 有些好像上海那樣是7加7的 接著可能去到深圳就直接是14 甚至乎最近有些個案 問回維亞納酒店 他也是說16日的醫學觀察 就直接走 所以是說每個地方都有少少分別 那你預了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21日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說到大灣區 我們醫學觀察完了 接著你要安排一個團 酒房這麼多個城市 去看不同的樓宇 那這件事可以怎麼做呢 當然了 如果你找回世紀21 普斯會搭那邊 那他們會做一個tour給你 那你想看什麼樓 比如說你想看洋房的 又或者你想看住宅的 又或者看公寓的 當然是有個planner 跟你一起去制定一個行程 那走房一圈 之後如果你在當地 立即搭取買樓 因為其實在國內買樓 現在的升幅 我們遲些幾集都會說到 現在深圳 又或者廣東省 又或者是佛山 蛇口 很多不同的城市 那升幅每年都可以保持5-10% 那你以這個升幅來計 你作一個投資 覺得又真的好像挺穩陣的 那這些之後 下一集 又或者下幾集會說 如果你現在選擇搭取買樓 在大灣區那裡置業 那他會馬上回贈 醫學觀察期間的住宿酒店 那上限就是6,000元人民幣 會送給一個買家 如果你買到樓便Happy 你又可以置業 亦都可以拿回那個 醫學觀察的一個錢回來 那接著之後 最新最新的 就是講一個回港義 回港義是什麼 我檢查政府資料 就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網上預約 之後就是做病毒檢測 那做完那個病毒檢測之後 然後當然要做那個核酸檢測 那接著之後 再入境香港 再做一個醫學監測 那接著之後 如果你說 其實我也很想回大陸 那可不可以 你說 我一天之後就回上去呢 暫時是未做到的 就是有一個回港義 不等於上去都那麼容易的 那是一樣要做回整個流程 一樣要再申報 再做24小時或者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 然後再去到那裏做一個家居隔離 或者做一個醫學監測的隔離 14日至21日不等 那暫時就未做到 我回到香港 我又可以即時上回去 就未做到的 那這個有待政府之後再公佈了 我們再細緻點去看看 那整個內容會是怎樣的呢 首先在網上登記了 那如果是接受 這個經香港國際機場 媒港的申請 這個預約系統是全天候開放的 那逢星期三 凌晨起 就會開放兩週的時間 媒港的名額 先到先得 那你要記住 這個名額是有限 就是說得名額 即是有個限額 那它那個由深圳灣入境香港的 就會是三千 每日三千人 港珠澳大橋的 每日二千人 經過香港國際機場的回港人數 就是每日一千人 那登記時間就4月27日起 那實施時間就4月29日 即是剛剛已經生效了 那另外呢 在那個病毒檢測那裡 經這個綠路回港的安排 入境前三天就要獲得 港澳或者粵港的兩地政府 互認的機構檢測 進行2019年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報告 並且獲得陰性結果 將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傳到衛生署的電子健康申報系統 填妥電子健康申報表 取得綠色的二維碼 作為過關之用 怎樣可以申請到呢 連滿18歲並持有香港身份席 18歲以下必須經由香港的家長 又或者監護人去做預約 入境前14天 如果14天內沒有到過 香港內地澳門以外的地方 包括任何高風險 又或者中風險的地方 才可以申請得到 之後如果你是坐飛機怎麼辦呢 取得這個預約名額的香港居民 所以按照預約日期 由內地乘坐飛機回到香港 登機的時候 記得出示有效的身份證 即ID卡 然後成功預約名額的證明 然後核酸檢測陰性報告證本 核酸檢測機構在微信小程序 國務院客戶端中的核酸檢測機構 查詢功能的螢幕截圖 最後一樣 要填妥衛生署的電子健康申報 並獲期發出的綠色二維碼 經過港澳2專屬通道 到臨時採用中心接受檢測試行 然後獲得陰性的結果 才可以離開機場 即是回到香港 然後如果我不是在機場 而是由陸路回香港 那我要出示什麼呢? 比較簡單 就是ID新聞證 然後成功預約的證明 第三件事 最後就是由衛生署發出的綠色二維碼 持有有效證明核酸檢測陰性的結果 然後就可以進入香港 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之後 必須要監察自己14天 定時每一天都要量體溫兩次 外出的時候就要戴口罩 這一般 如有不適 盡快求醫 然後按指示抵港後 進行第二和第十二日 進行病毒測試 其實現在 說到入境大陸 就越來越容易 又或者因為疫情放寬了 他們回港易也好 又或者進去做一個醫學觀察也好 其實就是越來越短的時間 希望之後疫情再好一點 大家來往國內就更加方便 再說回大灣區 如果你要去看樓買樓的話 首先做一個心理準備 現在你真的想投資一個 比較低門檻 又或者低入場費的樓宇 在大陸是絕對可以找得到的 但是你說 我又不想上去煩惡 又要隔離十幾天 二十幾天 但是我們反過來想想 你現在買的東西 就是給你將來可以有倍升的 就是一個投資標的 那你作出這個投資標的 的投資之前 是不是可以給十幾個時間 自己冷靜一下 然後去選好薪水 然後再去投資這筆錢 說的也不是少 總額也可能是百幾二百萬 最便宜的可能是八十至一百萬 都有的 但是說八十至一百萬也好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金錢 就是這樣說 我又不知道你每個月賺多少錢 但是你說要 儲到這個八十至一百萬 又或者投資得來的這個八十至一百萬 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而給這個十四至一日的時間 去做一個隔離 是不是值得呢 那這個就要大家心思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上去看樓 就是隔離完 然後有一個tour做給你 去看你心目中想看的樓 譬如說中山 佛山 或者任何地方都好 大灣區內的九個城市加二 你想要的地方 你想看的樓宇 一直都可以安排到的 當然你去看的時候 可以一次過走兩三天 可以嗎 然後去幾個城市 去看不同的樓宇 可以嗎 都可以 盡量安排給你了 然後回來香港 或者你買了樓 退回那個 檢疫的時候 醫學監察的酒店錢給你 一舉兩得 你當去旅行也好 去吃東西也好 又可以看樓投資 什麼都可以 然後回來香港 也可以進一步 回到自己的生活 又或者進行下一個 投資項目的觀察 如果大家有什麼 關於大灣區的問題 想問的 可以在這個頻道下面 做個留言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預約 去看樓 又或者買樓 可以打回 92999 932 絕對可以 第一時間回到你了 Whatsapp 又或者打電話 大家記得按訂閱 按小鈴 還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第一時間可以告訴你 今集時間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 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記得按鈴 那你就不會錯過 每一條藏金地圖的影片 還不快點行動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我們定期都會有 投資大灣區的講座 請click下面的link 幫忙